今天有个小小的跑山活动 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的一些爱用的户外单品 小心车 当然活动是沙罗门啦 然后身上衣服都是攀山 手表是宋拓的9PIC 等我再跟大家详细介绍 什么都稳好了 OK刚发了一堆东西 这是等一下上山要玩的 有一个监狱 然后有一个 哇 四驱车 帅 好 不过我自己本来有一个了 然后就是这一次主题的鞋款 OK 帅的 头灯 是等会下山的时候 天会比较黑 所以晚上会要用的 先换鞋了 拍下你的 看一个是这个 这个叫保安毯跟急救哨 这个是户外 一般都是常备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可能知道 如果你感觉有点冷 然后衣服没有再够的情况下 你把这个打开 然后裹在你的核心的位置 对 这样保住 然后再把衣服裹上 放到衣服里面 不要放到衣服外面 对 放到衣服的里面 然后再把衣服披上 这样子的话 会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OK 现在set一下 运动的模式 越野跑 然后它要找一下GPS的信号 OK 等它变成绿色就可以开始 OK 蛮好看的 我们全部路线走完之后 可以回看 在手机APP上回看 它走过的线路 我觉得挺好的 它有个面包蟹的功能 就可以用它GPS 然后用它陀螺仪 就一边走一边进的路线 刚刚set错 本来是徒步的 我按成越野跑 然后管掉一下重新来 我昨晚开始就没有穿过电了 今天早上出不来还有97 看一下灯会 下闪之后上头上 很快就全是土的 我这个挡了 正常 他家的鞋都脏了 他家的鞋都脏了 我看一下我现在到了山顶 去掉我前面走的那个我设错的行程 加起来应该有两公里多 除了这一个马表 部署里程之外 还可以看其他一些数据 爬升的高度了 还有些整个路线 很厉害 现在可以结束之后 看一下手机的路线 因为它要结束之后才可以在APP上 同步这个手表的数据 老鼠这件风衣也蛮好穿的 双头拉链 两边有口袋 好像胸前有个口袋之外 整件衣服是纯棉做的 很喜欢它袖口这个设计 袖口这个位置有一根拉绳 还有一圈比较轻浮的植绒 这个拉绳有意思 它除了可以套着拇指之外 也是整个袖口的收紧系统 那是一圈相近 绳子拉 然后这个袖口就收紧 就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拉松就直接往回抓就好了 那它说是有机棉座的风衣 那它 就是这种天气床呢 好处就是 没那么多静电 因为毕竟是棉嘛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特别的透气透汗 因为我里面这件也是摇一摇 就也不吸汗的 汗就直接排出来 然后每一会后背这一块全是实的 就只有后背实掉了 看不看得到这一块 挺好的排汗 然后这件衣服在老鼠家的防风总体是8级 哇比之前那件命运家还狂 我觉得很厉害 然后你看到的这些灰色部分呢 也是纯棉的 灰色部分呢 就不防水的 然后白色这些部分全是防水 就水打上去是防水泼 当然它不是防水摩羯结构 不过我觉得也够了这件衣服 就轻便舒服好穿 所有口袋都有拉链 然后依然是老鼠家的鞋拉链 帽子里面这个位置呢 有这种轻浮的植容 然后这风帽很大 这种小小的衣服有这么大的帽子 我觉得就很有安全感 然后后面还是这种 非常好用的拉松头 这件衣服就防御性也挺好的 喜欢 这帽子是80的羊毛 20尼龙 我觉得也不错 那我带保暖又透气 裤子是Megni 2.0 背状的鞋还不错 挺好看的 它很好是弹性特别大 就是我哪怕深蹲或干嘛的 做些动作它不会往上缩 然后也是防风防水 也是树干就很舒服 这天井船刚刚好 这里还有招牌这种 三脚型的反光板 一切都是重简的设计 然后我们今天可能会 大家都接触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其实我会教你们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 比如说是用大米去接触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成功感特别特别棒的就是会把球这样子直接主箭 其实这个动作是很有成就感的 OK 那我今天就先教大家两个动作 就是大米接球以及主箭 我们都把自己的箭运转起来 持键式的握法 然后线孔是朝着地面的 这个出键孔朝着地面 然后我们把球扶稳 我们这个大米接球的动作是把球提起来 然后用这个大米接住 然后你在提起来的时候稍微蹲一下 对 然后大米是稍微的往右这样轻轻的转一下 把球接住 这个就是大米接球 准备 一二三 好 我们有一个小窍门的就是这样子 我们会 我们要保证在新手学习的时候 要保证这个球孔它是比较平稳的 我们会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把球转一下 然后把键扶稳 然后再来做这个动作 我会发现简单一点 因为它它会有动会一直朝地面 有你个人成功 可以可以可以 OK我已经从户外回来了 那么刚刚其实说是越野跑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登山徒步的活动了 上海当然不是很高 不过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 选择在周末去郊野登山 而不是去逛商场 我感觉比逛商场的人还多 Anyway 正如标题所说 这一期呢是简单分享几样户外用品 那首先还在看一下 最近我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一个单品 就是我手上这块来自送拓的手表 刚刚在户外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非常多的户外记录的功能 除了是一个普通的手表之外 那它还可以记录运动状况 一些即时的数据 运动所属环境下的一些方位的记录啊 高度啊 温时度等等的一些环境的变化 我觉得都是非常详细的 功能挺多的 那么喜欢户外运动朋友 应该对宋拓这牌子对我说耳闻吧 它是在1936年创立的一个芬兰品牌 在户外这种定向领域呢 其实也有了非常多年的经验了 那我手上这块宋拓9P 它是采用了钛合金材质 我觉得它颜值还是在线OK的 就比起他们家传统的一些户外表来讲 显得斯文一点 就没有那么夸张的造型 非常简洁非常干净 按钮不是钛合金 它是一个表圈表 壳是钛合金 严谨点来讲 那除了说设计上比较简洁大气之外 整体重量确实轻了不少 而且钛合金这种材质呢 它除了非常轻质非常耐用之外呢 就是有非常好的低敏性 一些身体比较敏感的朋友呢 也不会对这个材质有太多过敏的反应 当然它所有的户外功能是没有减少的 我也才拿到没有太久的时间 目前使用最多的一个功能 就除了我偶尔去户外走走啊 会记录一下这个运动数据之外 日常最多的可能就是看一下睡眠 然后日常的卡路里消耗运动数据等等 然后一些血氧心跳这些 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健康数据吧 这代表初上手给我的感受呢 很好的一点就是它充电速度非常快 并且它续航超久 就我拿到手它不是满电的 但是它那个小充电器我放上去 贴了每一回就可以肉眼看得到 它的电量是在充充充往上涨 很夸张 我就看它到底续航有多久 睡前有99的电量 然后睡醒一觉起来的话 有97 就是我早上跑步出门那天的电量 然后跑完下到山底下 我一看还有86 这期间就一直开着 这个运动数据的记录没有关 看一下现在什么数据 心率95 血氧95 OK 11000步 消耗的卡路里 1700卡 哇 马上大池一顿才行 389米这边 气温呢 20度 越来越冷了现在 没有要是浮发 我也觉得没有 我只穿了两件还是有点凉 手脚已经有点凉了 你看大家穿什么衣服 姚立荣 羽绒 然后也有短裤短袖好厉害 做温呢 会教你 先报位 先报位 开剩下 开剩下 新鲜 其实 不过 主要 够 下 出雾 解 马上应该就到三角了 下了也蛮久的 27分 下场花了半个小时 官方宣称说 在GPS状态下有168个小时 我觉得应该差不太多吧 当然这个还要以你的运动强度和环境 实际的不同的这种 很多方面的因素来衡量 只是一个参考 不过它确实是续航很持久 好多天才要冲一次 比起Apple Watch来讲要省心一点 目前暂时还没有太多机会 把它性能全部榨干 以后看有没有更多出去玩的机会 可以再用它深度体验一下 然后另外的就是说 它这个手机的App配对功能 我觉得很不错 只要关联到这个手表本身 就可以同步很多运动数据 包括你手机自身的健康数据 也可以同步进去 然后很多第三方软件 比如说像微信这种部署 也可以同步进去 还有很好的就是 它可以导入一些其他户外软件的 这种路线图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一个 没去过的地方徒步 那里已经有人发过路线 在其他的一些户外徒步的软件上面 我就可以把它下载这个GPX文件 然后导进这个送托的手机App里面 我就可以在这个App 实时的查看这个路线 然后把它同步到我的手表上 这样子我实际去到 第一次去到的环境呢 也可以很熟悉这个路线该怎么走 并且应该也没那么容易迷路吧 不过这个任路的本领 因人而异啊 还简单看一下这个礼盒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比起普通款来讲 确实包装上会显得稍微隆重一点 但其实多了什么呢 就多了一个这种超纤材质的表带 原配是这一款 深蓝色的灰胶表带 我觉得很不错 它戴上很轻浮 弹性蛮好的 还有一点好的就是这个表 钛合金这个版本呢 整个表壳薄了很多 就不像一般认知的户外表 非常大块 它可以说到袖口里面去 不管你穿什么种类的衣服 都不会说因为它卡在袖口 并且它用扁形的按钮 相比起圆形的来讲呢 也还蛮好找位置 按键手感也不错 反馈挺好的 很清晰 OK那么这次送托9这个手表 最近我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款户外产品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几款 来自老鼠家的衣服 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之前 关于攀山鼠这个品牌的分享呢 你可以往前翻翻看 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比较着迷的一个品牌啊 by the way 这里说一句 不要看我在室内穿羽绒 觉得很奇怪 对于广多人来讲 冬天在室内穿羽绒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OK那就直接先从这件羽绒说起好了 这款羽绒呢 非常少见的 做成了一个 类似hoodie的款式 当然它确实官方名字 也就叫做hoodie了 它的名字全程应该叫做 Loki 2.0 Down Hoodie 它开口不是到底 而是开一半 有点像Anarok这种款式的设计 而且它有个袋鼠 都像hoodie一样 不过拿到手穿呢 我觉得OK 就把它当做一件hoodie穿好了 确实不错 还是先从外观材质说起好了 它整体的外观是那种 便携羽绒服 可以折成很小包的羽绒服 表面它非常非常柔软 拿到手都筋了 我以为是那种 很户外很肥大的羽绒服 其实它只是看起来 蓬实际上它还挺轻薄的 它看起来蓬的原因 是因为它用了800加的蓬松度 白鹅绒就很夸张 这个暖度 对比起很多相同暖度的 别的品牌的衣服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造型是很好看的了 就是这个蓬松度和羽绒的等级呢 在别品牌应该会是那种 非常肥大像车轮胎一样 就米其林那种感觉 把它当做一个高领护底穿 是很好看的 尤其它这个扣子的设计 也是老鼠家这种经典的鞋式的扣子 就如果你把它完全扣好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把它遮住半张脸 就还有那么一点点机能的感觉 当然因为它家的所有东西 设计来也是功能性为设计考虑 不过我觉得它家整体的设计 都是很在线的 审美 所有的颜色的选用 然后所有的细节设计都很好 都是老鼠家当家的那些设计了 鞋的拉链 然后非常方便的这种块条 包括帽子也是 它只有一根绳子就可以控制帽子 上下和左右的这一个伸缩 我觉得特意要夸一下的 就是它这个袋鼠兜的设计 一般羽绒服上做口袋 可能就是伸到内侧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口袋一个内衬 然后就到你的身体了 不会说单独为了口袋 再包一层绒吧 就比较复杂也比较费事 但这个衣服 它为了这个袋鼠兜 可以看到我的上身画面 全都是肚子鼓鼓的 好像看起来胖胖的感觉 但其实只是因为它袋鼠兜 这里多做了一层绒 把手伸进去 表面的羽绒 还是外面这一层羽绒 但是口袋里面 依然保有着 需要为身体保暖的那层羽绒 也就是说它等于 多了一层羽绒给口袋 就非常细心的这样一个设定 我是很喜欢的 就是对比起很多羽绒大衣 口袋很单薄来讲 这种是非常舒服的 这件衣服还有一个厉害的点 就在于它是 真的像那些便携羽绒一样 可以便携折叠的 这里有个隐藏的拉链口袋 在你的右胸口位置 拉开之后里面有个 非常非常薄的网兜 上面有印着这件衣服的名字 然后它是可以 整件衣服都折叠进这个网兜里面 操作比较随便 不过就这个效果 当然它这个网兜 除了可以把衣服折叠成一个 非常小的收纳之外 平时穿着的时候 它也可以当作是一个 暗袋 大概就这样子了 还真挺小的 如果出门旅行的话 这件衣服虽然说它是整件 面料跟李子是一样的 这种柔软程度 不过它在上半身 你可以看得到上下颜色有区分的 这个位置呢 还做了补墙 包括整个帽子也是 所以说还是不用太过于 顾虑它的这种实用性的 它应该没那么娇气 当然整件衣服呢 也是这种环保具显安打造的 这件衣服防风透气指数是8级 在老暑假来讲应该是次顶级 完全可以外穿 不过我不太舍得真的把它外穿 而且我觉得它的造型来讲呢 搭一个风衣外套就很好看 不管是长管还是短管 因为它是有一个连帽护底的造型 还挺少连帽护底的羽绒服的 所以这个是这件衣服的一个特点吧 还挺适合城市穿的 当然户外绝对没有问题了 800加的蓬松度 全都是白鹅绒 我觉得这个配置真的很夸张 确实还算比较实在的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衣服的这种设计感 会给它几分可能会有点难驾驭 但它家的衣服不管是cutting 还是款式设计还是颜色选择 我觉得都不错 这件衣服我记得是有三个颜色 除了我身上这个它们好像叫蜂蜜黄之外 另外有个鸽子灰有个纯黑 当然这里补墙的位置跟下半身 是有一点点色差的 很正常 而且我觉得有点色差才好看 毕竟材质是不一样嘛 那么这是这一件Loki 2.0 然后另外还有几件 登山的时候穿的那一身 喜欢就投上这个帽子 老鼠的logo小小的 我觉得很好看 小小的就够了 然后它整个是80羊毛20的纤维 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 纯羊毛的帽子一个是会有点 扎皮肤之外 另一个就是容易缩水不好打理 羊毛混纺的材质 我觉得可以避免纯羊毛的变形缩水 有意思的是它们家这种帽子呢 还有一个是有帽颜的版本 就是毛线的帽颜 我觉得挺好玩的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正常的冷帽 有颜我觉得怪怪的 然后就是这一件小的风衣 它是一个完全是百分百再生棉的材质 我觉得很厉害把棉做成这个程度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技术了 处理把棉弄得像纤维一样 紧实细密 织的密度非常高 整件衣服呢 也是做了DWR防水涂层的 轻度防水泼 然后口袋内侧 有这种非常轻肤柔软的 一层细密的网面 整件衣服有三个口袋 然后整个设计 我觉得加了这些灰色的补墙线条的这种设计感呢 比纯色的好看很多 算是我今年最喜欢的这种类型的产品吧 目前还没有之一 它是百分百有机棉 同时它也能做到透气素干 因为大家知道 棉产品在户外运动来讲 是尽量要避免的一个材质 我们爬山的时候到山顶呢 有一个同行的人 他当时穿的是纯棉的一件 hoodie 就是整个人上去之后是汗都湿透了 看我画面上也知道 就是我这件衣服湿透了两层 我里面的衣服加外套都湿了 还好我是干的比较快 因为山顶上风也有点大 同行的人就比较 也不能说倒霉吧 就是准备没那么充分一点 它纯棉的 hoodie又厚 不透气 然后吸满了汗 湿湿的粘在身上 然后它就有点快湿温的感觉 赶紧就拿那个锡纸一样的保温毯 给它裹到衣服里去了 然后就把它先赶紧送下山 对所以这个 一个户外运动最基本的小tips吧 就尽量避免纯棉的产品 尤其是贴身的衣物啊 打底的衣服打底的裤子 尽量不要选纯棉的 一定要是透气树干 OK那再过来一个就是 老鼠这条裤子 它也是一条树干裤 非常薄非常有弹力的那种材质 具体上成效果大家在画面上应该都看过了 他们家一如既往的 不太说的青到底什么颜色的颜色 有点蓝有点绿的感觉很帅 而且莫名的跟他们这一次活动的主题挺衬的 这个监狱的颜色 弹性非常好的裤子 然后cutting也非常棒 走路的时候不会互相摩擦 我这一整身这两件当时在山上走的时候的 没有什么衣服之间摩擦的声音 他们家的单品我都还挺满意的 目前手上这一些 我就顺带提一下 跑山那天也就是为了宣传这一个 接下来圣诞就要发的这个新配色 XD6 拨号在这里 应该叫做霞这个配色 装鞋长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你会给他这个配色打几分 好像很多人都还蛮喜欢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日常好搭的配色吧 然后这个是同配色的监狱 搭配在一起 监狱是来自Friday的 我整体就是这一次的一个简单的小活动 和一些最近的户外爱用品分享 没有分享太多 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太硬核的户外UP组 我只是一个偶尔把户外运动当成休闲娱乐的人 当然我也是一个小白 如果我有讲了什么不完整不完善的地方呢 那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详细来探讨一下 各位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进行个提问 这次就先讲这么多吧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开订阅了 那我是罗比较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